好的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又到了DA的FGO活動時間了 由於才剛體驗完終局特異點 接下來會有一小段比較長的漲草期 即便如此 還是有些復刻活動讓大家補足素材 同樣的 本次的月神團子活動復刻 一些關於禮裝加成或是關卡組成之類的 就請參考去年的影片就好 而一些不同點我會補充在這裡 那麼就開始吧 首先是禮裝部分圖滿有的加成 嗯好啦雖然不算什麼新消息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去年的時候本活動沒有任何素材給女兌換 沒錯沒有素材的活動根本沒有打的必要 這次呢算是給了不少容易缺的素材 假設沒有參與到罰柱大會的人 應該可以趁機補充存貨 特選團子也就是金團子 除了有兩張的五星禮裝外 還有二十個爪子和蛇寶玉 三十個毒針 有要抽爺爺的千萬別錯過啊 月劍團子白團子能換三張五星禮裝 十個心臟 二十個羽毛和書頁 二十個宮崎沙金銀崎 伏伏總火 除此之外金團子可以用2比1換成白團子 白團子也能用2比1換成金團子 全部兌換完畢大約需要4400個金團子 和16500個白團子 關卡效率的話也稍微改變了一下 由於原本的5AP現在改為了10AP 因此變得效率不是最高 要累積金團子的話再超級 白團子再女神級 呃同時超級還可以順便農點心臟回來 簡單懶人包的話 就是先打主線關卡第0話 然後再初級累積10個金團子開第一話 通關後去中級累積40個金團子開第二話 再到上級累積100個金團子 中間如果有500個白團子就先去換五星活動禮裝出來 而2000跟5000的那兩張可以不用急著換 第三話通關去超級累積200個金團子 這樣主線最後一關就會打開 結束後女神級開放 那現在超級累積足夠數量的金團子把道具換完 就可以去女神級專門農白團子了 呃如果你心臟很缺也可以只待在超級啦 Q&A的部分 所以2000跟5000白團子的禮裝比較不要換呢? 大致上不用 由於活動本身不算特別吃緊 即使只換兩個500團子的禮裝 都能在少量吃果下清空商店 呃如果你想塗滿禮裝做紀念的話 就另當別論啦 超級的心臟掉率如何呢? 嗯不算特別好 但因為近期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活動 建議是打需要的量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吃蘋果刷 本次算是很簡單的復刻活動 時間不長加上關卡單純 機制也簡單 就當作補充素材的活動吧 新玩家沒經歷過的話 也可以趁機看一下劇情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